随着第一只企鹅飞越海面 一只又一只肥胖的企鹅飞奔过来 它们匡匡地砸在冰面上 看着肚子都疼 但它们丝毫不在意 因为它们是帝企鹅 世界上最高 最具有帝王风范的企鹅 站立的时候有一米高 走其路来虎虎生威 但鹅群里混进了一个奇怪的家伙 它不仅肚子上有个摄像头 连眼睛都是摄像头 这是一只间谍企鹅 可它还没有融入鹅群里 地企鹅是唯一在寒冷的南极地区 孕育下一代的动物 在它们前往孕育地的征途中 间谍企鹅有望被接纳为企鹅中的一员 它们的目的地非常遥远 需要越过一片冰封的海洋 它们排成一列 摇头晃脑的前进 福克兰群岛位于南大西洋中 这里是跳岩企鹅的产卵之地 一只间谍企鹅准备拍下企鹅抵达时的情形 只见一群企鹅正在飞快地接近 它们游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 这些跳岩企鹅在海上待了五个月 现在要返回出生地 并在那里建筑新潮 但第一个挑战是如何跳上海岸 这里是世界上最凶险的水域之一 不过跳岩企鹅浑身是胆 它们会义无反顾地跳上来 但成功的没有几个 首先出现的适逊性 接下来的五天里 将有七千只企鹅 分成若干登陆小队陆续抵达 跳岩企鹅生性勇猛 一用不放弃而著称 失败了不过是从头再来 登上岸的企鹅 随时都会被浪花拍回海里 但它们是越战越勇 绝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所达到 现在它们成功了 可是胜利只是暂时的 一个大浪过来 连间谍企鹅都一起冲回了海里 好难过啊 又得从头再来 它们肩负着繁衍下一代的众人 间谍企鹅也站了起来 它的任务一样很重要 再回到南极州 地企鹅的跋涉之旅还在继续 结冰的海上伏冰呈现出各种挑战 地企鹅走起来一扭一扭的 摔倒也是常有的事 可怕的危险还在后头 这是一处冰裂缝 第一只企鹅稳稳地站住了 但这并不代表安全了 因为后面的企鹅会紧紧地贴着它 一个失误就可能导致丧命 它拼命地摇头 告诉后面的企鹅 这里很危险 这只地企鹅正在拼命地摇头 第三只回应了它 第四只也表示知道了 但第二只有点心不在焉 它东张西望的行为惹怒了第三只 遭到了它的殴打 原来前面有一个冰裂缝 第一只地企鹅跳了过去 后面的企鹅跟随着它的动作 一个接着一个 即使是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企鹅惊人的方向感 也能引导它们找到产卵区 它们非常团结 结伴之下便不太可能走丢 但事情总有意外 一只地企鹅划错了方向 后果将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等它艰难地回到路线上 发现已经是独自一额了 它大声地呼唤同伴 可它的声音消逝在风中 没有伙伴的它 显得异常的孤独 它的步伐不再是自信而威猛了 它只能独自踏上了旅程 在福克兰群岛上 跳岩企鹅们开始第二次尝试登陆 间谍企鹅记录下这美好的时刻 虽然天空不作美 但企鹅们牢牢记住了古老的方针 那就是直面危险勇往直前 它们终于通过了第一关 接下来要面对一百米高的悬崖 攀爬过程很辛苦 但跳岩企鹅岂是浪得虚名 它们拥有出色的弹跳力 可因为有五个月时间没有再跳了 有些疏于锻炼 摔个四脚朝天 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同时也得小心天上 天上会掉下来企鹅 如果砸到脑袋 还得眩晕一会 这只企鹅掌握了要领 三下五除二就爬了上岸 它成功了 但那只是最初的几米 后面还有将近一百米的路程要爬 这颗会动的岩石也是一个摄像机 它正在跟拍企鹅们爬山 有一只企鹅大喊 真是见鬼了 快跑啊 岩石摄像机可以一边移动一边拍摄 企鹅们才能通过 可危险并没有解除 因为潮水正在上涨 一个海浪打过来 把企鹅们弄得晕头转向 还好它们站住了 跳岩企鹅永不妥协 继续往前冲啊 但后面的海浪一次比一次大 它会随机挑选幸运儿 让它从头开始 企鹅们能做得唯有勇往直前 不像困难屈服 结果一个特大的海浪席卷而来 差点让它们全军覆没 现在只剩下一只企鹅了 它是全村的希望 好吧 现在它也不在了 又得从头再来 没有20年的脑穴栓 可走不出这种步伐 这是一只专门从事偷拍工作的 间谍企鹅 秘鲁境内的阿塔卡玛沙漠 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 令人惊讶的是 这里竟然是红式环企鹅的家乡 间谍企鹅要拍企鹅上岸的场景 但可惜的是海滩上一片荒芜 因为企鹅们迟到了 足足等待了五天时间 这帮企鹅裁山山来迟 它们非常害羞 所以很少被拍摄到 但这次间谍企鹅立功了 捕捉到了史上最近距离的镜头 有一只企鹅好奇地望过来 仿佛在问 你是哪个村的 咋没有见过你 间谍企鹅大大方方地 走在企鹅们中间 丝毫没有引起怀疑 间谍企鹅设计得非常漂亮 美貌引起了一位单身汉的注意 这家伙直接上嘴了 来吃个嘴嘴 这样温馨的画面 却被一群不速之客打破了 这些像狗一样冲过来的是海狗 它们生性活跃 虽然不吃企鹅 就喜欢追着鸡鸭丸是一个道理 海狗的到来 使得海滩上鸡犬不宁 海狗是以鱼和乌贼为食 吃饱了就喜欢追着企鹅玩 海狗是玩爽了 但对于企鹅来说却不是好事 海滩之上是海狮的领地 它们的体积是海狗的三倍 而且它们会置企鹅于死地 它们数量很庞大 总共有两万头 阻挡了企鹅通往驻潮地的道路 虽然这一路危险重重 但企鹅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旅程 第一位勇士率先发起了冲锋 它的勇武鼓舞了鹅群 大家紧随其后 这一下直接惊动了海狮群 它们张牙舞爪 但这并不能下退企鹅 第一位勇士靠着敏锐的步伐 为大家开辟一条道路 但危险无处不在 它们唯一的机会便是拼命地奔跑 海狮却不想轻易放过它们 总有一些老六张着大嘴撕咬它们 企鹅能做的就是全速奔跑 幸好海狮在陆地上行动缓慢而笨拙 企鹅们才能死里逃生 当它们攀爬悬崖的时候 另一只间谍企鹅记录了这一过程 美丽的它 难免又遭到了企鹅的骚扰 这还没完 后面还有个排队的 企鹅们要在炙热的天气下 前往筑巢之地